您好好考虑考虑 就算帮我一把 送客人一生 送你去死 咱俩十几年的兄弟 你说判我就判我 赵一说得对 做生意啊 就是利益最大话 而且他给我提的 第二个选项 我没有理由拒绝 按照他的规划 CNN的舞台可以大一点 我们的目光可以长远一点 这样 CNN未来 会是一个伟大的企业 也算不辜负我们俩的心血 算有始有终 说什么呢 想造反啊 咱们俩是兄弟 文冲 我们俩是合伙人 你这种人啊 永远成不了大事 做什么事都先拿感情说话 太理性了 你看你 一天像个怎么回事 但在滕晓晓面前 你不还是个孩子 我告诉你啊 小钱靠赚 大钱靠命 我和赵一商量了 按原事故 溢价的百分之三十 收获你的股权 你会获得一大笔钱 然后离开CNN 你好好考虑考虑 就算帮我一把 送个迷晟 就你去死 咱俩十几年的兄弟 你说盼我就盼我 盼你 你记得你在这儿跟我说的话吗 你说这儿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但我告诉你段庄 谁规定 我们俩的梦一定要一起做 从一开始 我们俩的梦就不一样 迟早就要复杂 我们 才是十几年的兄弟 这十年谁所能判我 揪你不行 我跟你说我不行 为什么 够了我告诉你段庄 你在的地方 我永远都是老二 融资了 有钱了公司 你在二环的那个院 跟滕小小一起腻歪 我口鼻咄咄地干活 你想过我吗 我告诉你段庄 今天我过来是通知你 明天我会让法国把合同送来 你要么离开 要么我们俩一起看着斯文斯 滚 滚快点 来 十几年 十几年兄弟 十几年兄弟 温达 你 是不在家的吗 你 人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